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未来科技前沿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 宇宙垃圾回收站 清洁太空的环卫工 二 情绪调控冰箱 吃货的辛勤魔法师 三 隐形书屋 阅读在云端的秘密花园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宇宙垃圾回收站 清洁太空的环卫工 好的 让我们来聊聊 这个宇宙版的城市清洁工故事 想象一下 你走在一条繁忙的城市街道上 四处都是垃圾 空饮料瓶 废弃的报纸 随风 飘扬的塑料袋 这景象会让你感到多么不愉快 现在 将这个场景放大到宇宙尺度 你就会得到一个名为太空垃圾的概念 这些是由人类发射升空后 遗留下来的各种碎片 包括坏掉的卫星 用过的火箭阶段 甚至是宇航员失手掉落的螺丝刀 或相机 这些碎片在地球轨道上高速旋转 时速可达数万公里 他们对太空船和国际空间站等人造物体购 成了巨大的威胁 但别担心 这里有一群特殊的环卫工正在行动 他们的任务就是清理这些宇宙垃圾 这些不是穿着橙色反光背心的工人 而是由科学家和工程师设计的高科技卫星和太空船 他们的工作方式 有的像太空版的补网 将垃圾捕捉后带回地球大气层焚烧 有的则向太空拖垃圾 将垃圾推向墓地轨道 在那里 他们将不再对活跃的卫星构成威胁 这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 绝对不是 例如 欧洲太空总署 ESA就有一个名为ClearSpace-E的任务 计划在2025年发射一个专门用来捕捉 太空垃圾的卫星 这个卫星将使用一种类似于章鱼触手的机械臂 来捕捉目标 然后将其拖入大气层焚烧 当然 这些太空清洁工的工作并不容易 他们必须在极端的太空环境中操作 并且要精确地计算轨道和速度 以避免造成更多的垃圾 这就像是在玩一场高风险的太空版撞球游戏 只不过球桌是整个地球轨道 而且没有边界 这些太空环卫工的故事提醒我们 无论是在地球上还是在太空中 清洁和维护我们的环境都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毕竟 谁想在一个充满垃圾的星球或星系中生活呢 所以 下次当你抬头仰望星空时 不妨想一想 那些默默无闻的太空清洁工 他们正努力保持我们宇宙家园的整洁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情绪调控冰箱 吃货的心情魔法师 各位同学 美食爱好者 已经那些在情感的海洋中航行的勇士们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情绪调控冰箱 吃货的心情魔法师 首先 我们得承认一个不争的事实 食物和情绪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你是否曾经在心情低落时 找到了一块巧克力 然后就像是找到了灵魂的慰藉 或者在庆祝胜利的时候 一顿丰盛的大餐 让你的喜悦倍增 没错 食物就是我们情绪的调色板 而情绪调控冰箱 则是这个调色板的守护者 情绪调控冰箱不是普通的冰箱 它是一个高科技的情感理解者 它不仅仅能够保持你的食物新鲜 更重要的是 它能够识别你的情绪状态 当你沮丧地打开冰箱门 它可能会轻声细语地推荐一份 蓝莓酸奶 科学研究表明 蓝莓能够帮助你缓解压力 而当你兴高采烈地接近它时 它可能会为你准备一瓶冰镇的香槟 庆祝你的愉快心情 但是 情绪调控冰箱也有它的小心思 它不会每次都迎合你的情绪 比如 当你因为分手而悲伤 它可能不会立刻递给你一桶冰淇淋 它知道 这只是短暂的慰藉 长远来看 过多的糖分和脂肪对你并不好 所以 它可能会给你一些黑巧克力和坚果 既能提升心情 又能保持健康 有趣的是 情绪调控冰箱 也可能会成为你的心理医生 它会记录你的饮食习惯 分析你的情绪波动 并在必要时提醒你 如果它发现 你连续几天都在大量摄入高糖食品 它可能会温馨提示 亲爱的 是时候吃点蔬菜水果了 保持身体健康 心情也会更好 当然 情绪调控冰箱并不是万能的 它不能替代真正的人际交流和心理治疗 但在我们忙碌的现代生活中 它提供了一个小小的避风港 让我们在面对情绪波动时 有一个美味的支点 最后 我想说 情绪调控冰箱是吃货的心情魔法师 它用食物的力量 温柔地触摸我们的心灵 但记住它只是辅助工具 真正的情绪调节 还需要我们自己去掌握 所以 下次当你打开冰箱门 不妨对它说一声 谢谢 然后对自己说 我能够处理我的情绪 我是我的心情魔法师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隐形书屋 阅读在云端的秘密花园 各位书虫 知识探索者 数字游民们 聚焦于此 让我们一同探索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花园 隐形书屋 这是一个存在于云端的奇妙世界 它不同于你家那尘封的书架 也不同于图书馆那令人肃然起敬的沉默 这里 书籍如同空气一般无形 却又无所不在 随时随地为你开启知识的大门 在这个隐形书屋中 书籍不再是纸张和墨水的结合体 而是以电子字节的形式存在 你不需要担心书架上的空间不够 因为这里的书架是无限延伸的 它可以容纳比古埃及图书馆还要多的书籍 而且不会因为蛀虫或失气而受损 想象一下 你躺在家中的沙发上 只需轻轻一点 就能穿越古今中外 与众多智者对话 或者在通勤的地铁上 随手拿出手机 就能沉浸在爱情小说的甜蜜 或是科幻小说的奇异世界中 这一切都得益于云端的隐形书屋 它让阅读变得如此便捷和自由 但是隐形书屋也有它的秘密 比如你知道吗 在这个数字世界里 书籍有时会进行一场神秘的舞蹈 当你在搜索某本书时 算法就像是一位精灵 他会在书海中跳跃 为你找到最匹配的阅读选择 而当你在阅读时 你的阅读习惯 喜好和速度都被悄悄记录下来 以便下次为你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推荐 有趣的是 隐形书屋里的书籍有时候会生气 如果你长时间不去拜访他们 他们可能就会在你的推荐列表中 越来越难以找到 就像是在生闷器一样 而当你频繁阅读某个主题的书籍时 其他相关书籍就会像是被射魔法一样 纷纷跳到你的面前 争取你的注意 最后 让我们不要忘记 虽然隐形书屋带给我们极大的便利 但它也需要我们的呵护 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 保护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 就像是维护我们精神家园的围墙 所以当我们在享受阅读的乐趣时 也不要忘记对这些数字花园 进行适当的维护和保护 隐形书屋 这个云端的秘密花园 既是知识的宝库 也是想象的乐园 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所以让我们打开设备 连接云端 开始一场心灵的旅行吧 各位观众 今天我们一起探索了宇宙垃圾回收站 情绪调控冰箱和隐形书屋 这三个令人着迷的科技故事 它们不仅展示了科技的进步和创新 还向我们传递了一些有趣的信息和启示 首先 宇宙垃圾回收站让我们意识到 无论是在地球上还是在太空中 清洁和维护环境都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这些太空环卫工的辛勤工作 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更安全 更清洁的太空环境 所以 让我们珍惜我们的星球 保持环境的整洁吧 其次 情绪调控冰箱让我们明白了 食物和情绪之间的紧密联系 尽管情绪调控冰箱 可能只是一个想象中的设备 但它提醒我们 我们可以通过饮食来调节情绪 所以 让我们在保持健康的同时 也要注重心理的平衡 学会正确的情绪调节方式 最后 隐形书为我们展示了数字化时代的阅读体验 它让阅读变得更加便捷和自由 允许我们随时随地与知识互动 然而 我们也要注意保护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 以及维护数字世界的健康发展 那么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对宇宙垃圾回收站 情绪调控冰箱和隐形书屋 有什么看法或者疑问吗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 让我们一起探讨和交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